第一个是请问利用道场资源 达成个人明文立养的目的会有什么果报 佛在金教里面对于偷盗讲得很多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顺于偷盗的 如果你偷盗一个人的 个人的财物 你将来还只还一个人 如果你要偷盗国家的 那像中国这么大就很麻烦了 中国有13亿人 那么你的债主就有13亿 那国家的财物你要偷盗了的话 更麻烦扩大了 13亿你到哪一辈子还得清啊 所以这个不知道 不能不想的 那道场叫三宝物 佛在经上常讲 你造无利罪 佛都有办法救你 你偷盗常住屋 就是盗常住屋 一切祝福 共同来救你都救不了 为什么呢 这个佛门太大了 佛教这个团体太大了 变法界虚空界不是一个国家了 一个国家有限的 你试试 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佛教的这些道场 它都有份 你在这里偷盗就全部都有份 所以这个账就算不清了 国报在阿比地狱 这个不能不知道 因为什么呢 这个偷盗有偷盗的习气 无实戒的习气 不知不觉它就犯了 占一点点小便宜 这是人质常情 以为没有过时 不知道戒罪有这么严重 就这个应该了解的